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 你刚才女凤琴打电话说 晚上让你务必回去一样 她没 没说啥事啊 没说 来来来 好了 好了 你这是干啥呀 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给你 给我们馒头厂着 你照顾好全服就行了 咱还给我做饭吃 我们家儿子呀 我一端上那馒头锅 他就不闹了 大宽了 那个 我想给你唠唠 讨个主意 你说 我在家那个馒头铺 不也关门了吗 然后地也没了 我就想我跟我儿子总得一碗饭吃 就说等着来拿钱吧 但是也不能就这么干等着 怎么着 就算钱拿着我 不也得有个营生吗 那你是想干点啥呀 我想 我想蒸馒头卖馒头 开馒头铺 开馒头铺 对 这也是个好活儿 你这样我尽快地帮你 看店面办执照 行吗嫂子 不是那意思 不是想 让你帮我尝尝这馒头 这口味儿行不行 嫂子 以前在船上 大翠就说过 你蒸的馒头最好吃了 我们都听说过 这馒头好吃 这麦香味儿浓啊 嫂子 你就在那儿看馒头铺 这行 生意一定好 整几人爱吃这味儿 我就说呢 我这凤青馒头铺 在我们家那十里八乡的 可文明了 你知道一上级那些人呢 都排队买我的馒头啊 是吧 可不 所以我想你们城里人嘴再叼 也不至于连长都没长 就给我退回来 谁 谁给你退回来 没事儿 我跟你说我就是说个道理 老话不是说吗 这由理走遍天下 没理寸步难行 对吧 我吕凤青我虽然是个农村妇女 但是我也是那个讲理的人 你说是吧 是 嫂子 你别看咱们认识时间不长 可是彼此是什么样的人 这心里啊都有数 对吧 你 你有啥话 你直说 好 大宽大 人家呢 都说我这俩眼里啊 就是钱 就是人民币 我带着孩子因为钱的事 赖上你了 但是我想 证明给那些人看 我不是为了钱 对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对了 大宽大 嫂子 这 这你从哪儿找过来嫂子 我都快把龙夏那地皮翻烂了 都没找着好啊这个 傻人有傻夫 全府找着他 全府找着他 大兄弟 有些东西呢 那聪明儿啊 他翻着跟头他都看不见 这傻子呢 反倒一眼就看见了 大宽 我都特不好意思 你说本来是你的家 结果弄得你现在 你现在跟钱 嫂子 我说实话 我真是特别特别谢谢你 这戒指找到的对我太重要了 大宽子 那个 其实我主要是想跟你说 要不是我们娘俩来惹这么大祸 兴许这些戒指都丢不了 嫂子 别这么说 而且 我还想跟你说 虽然我是来要债的 但是不该我拿的 我肯定不会拿 帅 嫂子 这谢不谢的呢 咱就不说了 你 你快回去吧 我回厂子了 对了 你赶紧抓紧时间 把那戒指给陶燕 你好不好跟他说说 我觉得他不是那一边接的人 行吧 你放心吧 李爽 快点出来收拾东西 陶燕来 快点一会下雨了 陶燕来陶燕来来 我帮你我帮你 赶紧进屋 我有重要时间跟你说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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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你慢点慢点 放这边你就行了 来来来你过来 你干嘛呀 你过来过来 坐这儿坐这儿 你坐那儿吧 说吧什么事啊 昨天晚上 我看见大宽和一女的在一起 你可不能胡说啊 这怎么是胡说呢 真的 一女的留短头发 中等个头 看着好像二三十岁左右 我老胡看着也没跑着呢 在哪儿啊 你看你一下 还是在乎是吧 就在你们 那个造船厂 宿舍大院门口 大概晚上十点钟左右 俩人腻乎了挺长时间呢 话聊的那叫一个秘 谁呀 吕凤琴 厂长 你来找我师傅是吧 那个我师傅跟老潘他们去国道上修车去了 他没在也没关系 我想问问他平常是住这儿吗 住这儿 换行衣服给我 啥 换行衣服呀 这儿呢 行了不用理了 要不要我帮你洗啊 不用不用我 要不要我帮你洗啊 不用不用我 每一次相逢和笑脸 抱彼此念头 太阳光彩阳 老潘你咋了 只没瞪眼呢 看啥呢 这是大宽家呀 是不是着火了呀 那挂119啊 先别挂 白眼 白眼他们不是黑眼 万一药没着呢 我看看你 开门啊 这儿就傻了 怎么回事啊这是 没烧火呀 大爷 这烟咕嘟咕嘟地往外冒啊 这没有我这俩活眼一起起来了 大爷 坐呗 你这蒸这么多馒头 吃得了吗 吃得了吗 我能吃 我儿能吃 大宽能吃 吃不了我还卖去呢 一块钱撒 对了 你们都是那个大宽的长辈 一块钱四个特价 你我还 没啥事 我就接着蒸去了 我那个 你别糊了 我快坐啊 今天还有预约客人吗 今天没了 没有了就早点下班 这才几点啊 咱从来也没这么早下午班啊 最近啊大家都挺辛苦的 早点回去休息 我先走了 那行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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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兄弟 快歇着去吧 多累呀 没事儿嫂子 嫂子以后这衣服啊 我洗就行啊 哎呀 那弟妹没在 你老爷们哪知道照顾自己啊 你看你看这 这刚才我一上厂子 梁子就说说 嫂子在家洗衣服呢 我一想就是 嫂子 啊 这这这衣服可以拿洗衣机洗 那玩有这管用吗 这个干净 不是 那咱家阳台可以晾 不用晾外边 就那小地儿啊 太憋屈了 嫂子是来着 不如这儿好使 哎我跟你说啊 馒头这个起锅了 你快吃去吧 起锅的 是吗 嗯 嫂子那我先进屋啊 对了 把这个把这个帮我顿好了 顿的都是褶子 白洗了 来 吃点劲你咋回事呢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嫂子 哎呀 你小心你加小心 没事吧 哎呀你这行不行 能不能 行了行了行了 我跟你都不是干活的了 来来来 真行啊 帮倒忙我 那你自己干这 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早知道 我就不让你帮我了 越帮越忙白洗了都掉地去 哎 咋的也不如我好 来 你让你帮忙 咋样 你看 你看 这块有点有点有点硬 是不是剪大了呢 挺好的 你尝尝 对吗 你尝尝尝 尝尝 没事 有点火 没事 你看 你俩身没有 你们也来了 快快 高兴 快点 拿换 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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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 颠备 来了 坐坐坐 坐坐 我倒是已经干净了 来 来 尝尝 我还正想找你呢 找我干什么呢 我给你东西 离婚协议吧 不解 妹子 咋你 大团团 这啥呀 不想离 来拿水喝 对不起啊 来的不是时候 你看你说啥呢 尝尝 没啥 我 我 我这跟嫂子 那这是我们俩成商品呢 难道你也长 你也长个时间 咱俩把离婚办了 你说啥呢 你 叶尔 我真有东西给你 你看 你看 戒指 找着了 不需要 误会了 好叶 你咋不追出去 你咋随着 好叶 好叶 我跟吕凤琴真没什么 叶 叶 叶 你 你别误会啊 我跟吕凤琴真没什么 连裤衩都给洗了 还没什么 不是 我没让她洗呀 再说 大崔是我哥 那是我嫂子 我能跟我嫂子有事吗 嫂子就什么都洗 就什么都不顾忌 是吗 叶 你不知道 她那个人吧 大大咧咧的 抄起什么来都洗 我都藏着 再说了 那嫂子给小叔子洗什么不都正常吗 什么叫正常啊 别人看着也正常吗 我现在在大院喊一嗓子 让邻居出来给评评理认为他们正常 你他们要说正常我就认为正常 不 我求你 我求你了 你别喊 你真能喊 那是我的客人 你喊完了人家怎么在这住 那我怎么在这住啊 我的感受你怎么不考虑啊 你怎么就考虑别人呢 这是谁家 咱俩的家啊 是吗 对啊 好像是你家 什么事都你做主 还是我家吗 不是 陆大宽 不用解释了 你爱留谁在哪住 他给你洗什么跟我没关系 不是 咱俩过不下去 我没让他洗 咱俩过不下去了 你 你听我说 不 别别别轻易说过不下去这种话 你知道吗 我说的是真的 明天早上八点 咱俩民政局门口见吧 不去 你要不去的话 我就到法院起诉 你的呢 我的什么 身份证 我 我没有身份证 我身份证丢了 怎么能丢呢 早不丢晚不丢 这会儿丢啊 真丢了 我不是让人偷了吗 我前两天吧 包让小偷给偷了 我那包里的身份证 各种证件 还有钱 都丢了 三千多啊 都丢了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儿如果证件不全 办不了离婚手续 不好意思 还有这规定啊 不好意思 那个 那个 补一个临时识证行吗 不行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啊 天忆啊 天忆啊 真是天忆 什么天忆啊 老天爷都不让咱俩离婚呢 慢点 帅啊 你管那么多干吗呀 那既然一时半会儿离不了 要不咱们重新开始 你看 这几年吧 我是对不住你 你总得给我一个机会补偿嘛 你拿什么补偿啊 拿什么补偿 你连身份证都弄没了 拿什么补偿啊 我真服了你 你说我跟你过日子吧 我过不上胡论日子 我跟你离婚 我也离不了 你 狗皮膏药 狗皮膏药你 你这不都是天忆吗 爱 天忆 你不懂 不许你 不许你 我 也不许你 我不许你 要不许你 能比我 碧 你 房子 来 走这儿 给我口水 你找我啊 快坐吧 迪妹 你这儿真好 真亮点 我要是有这么个地儿啊 我这吃穿就不愁了 我都没想到 大宽有你这样媳妇这么能干 而且还真漂亮 对她横点 应该的 你找我有事吧 就昨个 你说大宽就吃了 我个馒头 你就给她撂狠话 说要离婚 那犯得着啊 这好像是我们俩的事吧 不是你俩的事啊 现在是咱仨的事了 以前你俩怎么着我不管 但是现在 我必须得把我自己给摘清楚 迪妹 我是来城里要钱的 这钱没落着 结果惹人一身骚 还得让人家戳我几点骨 有些事情吧 既然做了 就不能怕别人说 我做啥了 你不知道吗 我 我没做啥呀 就是 我们俩俩俩在你家那住 我们过这就走 再说你家当家的那都答应了 而且还说咱是一家人呢 是吗 可不吗 一家人 没错 你们是一家人 可不是一家人咋的 你想想啊 你家当家的管我家当家的叫哥 管我叫嫂子 那她就是我小叔子了 那嫂子跟小叔子之间 那还有啥说的 在我们农村没啥说法 不知道你城里啥讲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里 它不能逮什么洗什么吧 那会不能白吃白住啊 我知道了 弟妹 你是嫌我 我给你家当家洗裤衩的 是不是 请你说话小点啥 我跟你说 那洗裤衩算啥呀 你想想 我们农村那时候住的不宽裕啊 别说两套裤衩了 我们全家人都在一个铺上住 这个事别说了行吗 哪怕啥的也不丢人呢 那我跟你说 你家打宽可逗了 你说 住那洗裤衩不让他回来 实际让他回来 他也不回来 我都不知道他咋想的 那你就让他回来呗 对 你们俩一块住多好啊 是啊 那多好 你跟我想法一样 至少能吃口饿的 是不是 弟妹 你可别往歪了想 我没往歪了想 今天大宽跟我去办离婚手续了 都真嗝嗝了 不是就嘴上说说吗 虽然这次没办成 但是早晚也得离 不行不行 要是我俺俩那个爱你们 那个演了 我们马上就走 你别走 坐下 这是美容院 咱们说话住点意 你的伤不是特别大 大姐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今天来找我是什么意思 一个呢 是想问问我跟大宽 将来到底怎么办 嗯 还有一个 你也想跟我解释解释 对吧 嗯 没有必要解释了 说心里话 即使没有你这档子事 我跟大宽 也得离 为啥呀 怎么说呢 我也不怕家丑外扬 大宽 在出海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你只要出海 把我跟孩子扔在家里 我肯定跟你离 可是他还是出了 而且一走就是三年 这三年 我跟孩子是怎么过来的 我觉着我也没必要跟你细说 弟妹 那俺家当家都也这样了 因为这个离的值当啊 不知道 你家是你家 我家跟你们不一样 所以 你愿意在这住 和不愿意在这住 是你的事 如果你要没有其他的事 我去忙吧 哎呀 那我就知道了 弟妹 反正我知道你俩的事 跟我没关系 我就放心了 不过话说过来 你说看我俩这样 我就看上你家当家的 他也看不上我呢 是不是 那也未必 好 那我们先走了 你 你这挺好 你不忙啊 慢点啊 来 我帮你 谢谢啊 好嘞 谢谢大姐啊 打扰了打扰了啊 没事没事 快就吃热了 嫂子 其实啊 做生意就是个诚信 再说了 让你 就蒙人你也不会 哎 那我就不相信 那钱都能让我这傻子给挣到 你嫂子 你可不傻 你是厚道 哎 哎 你告诉我 就在这地方 就这么热闹的地方 我要是喊的话 就打吆喝呀 又烦又炫的大馒头啊 一块钱撒 哎 不加洗衣粉 不加灯白剂 纯绿色甜言食品了 我都记不住太多咋了 嫂子 我不是瞎喊 我给你撞着门面啊 这馒头卖的咋样 全看你自己 哎 你干啥去 你干啥去 嫂子 汽修厂那边吧 我还有点活 我得马上回去 啊 那我可跟你说啊 这地儿有销的 要卖不出去 我都卖你 卖不出去 我全包了 嫂子 走了 你自己好好卖啊 你给我关照啊 男朋友 男朋友 你哪怎么卖 十贵 这么贵 有白有嫩的大馒头 一块钱撒 撒 没有添加金绿色食品 老板 买馒头啊 你别动手啊 哎呀 你放这儿 你这弄脏了 我都没法卖了 新来的吧 嗯 嗯 山东呢 嗯 山东哪儿的 老板 您是买馒头的 还是查户口的 还挺厉害 我当然买馒头了 那你买多少个呀老板 干什么 干什么 一口一个老板呢 两个钱 哪有老板 到这地方来买馒头的 那您这大金六子 大金表 不是老板是啥呀 我告诉你啊 这不能说 这地方人多眼砸 那您就多买点馒头 我出来乍到的 你跟我捧个场 跟我开个章 行不行 包准好 一看就山东大馒头 对 我奶奶就山东的 从小我就爱吃这口 二十多年没吃着了 我看着就眼馋 那您尝尝我这个 保管您啊 吃了上顿想下顿 比您奶奶那个还好吃 你多买几个 我呢给您优惠点 这城里人不都讲那打折吗 我也给您打个折 行不行 这冲你这会说话这劲儿 不用打瓶了 行 三百个呀 我这不够 我回去跟你争好不好 不不不 两个 多少 两个 两个 一块钱仨 我知道 仨我吃不了 我一顿就吃了 那剩那个不能扔了吧 来来 装个吧 不好算账啊两个 好的 一块钱仨 三毛仨一个 六毛六俩 四周五入 我给你六毛 怎么不到算啊 七毛 还挺较劲 前面还有卖馒头的 我向那儿了啊 哎 怎么着 你卖不卖不卖我先走了啊 行 真是的 真是的 呀 馒头 你还磨我六分钱 你说你扣不扣门 你手上这不是铜锅做的吧 什么铜啊 这真金的 我告诉你啊 我这人平常不爱嫌负 就看您这扣门样啊 您肯定也不爱露肤 这种不懂的 过日子得细水长流 哪能一口气吃个胖子 就您这身子骨啊 我看也吃不成胖子 你算说对了 我这个人怎么吃都不胖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没良心 一般黑心大老板都您这样 您压力什么呢 说准确点啊 行 等会儿等会儿还有四毛呢 六分 来 四毛拿好了 行 我走了啊 是该走了 磨磨叽叽的影响我营生 你这摊不换地儿了 那哪能说得准啊 得看生意了 那总碰见您这样的烛 那我还不听喝西北风去啊 我告诉你 这地儿不能换 这个地儿卖蛮肉的黄金 心地是吧 你在这儿慢慢走肯定发财 万能啊 我走了 我忘了告诉你 我姓胡 我会经常来照顾你生意 我走了啊 我看那个老赵啊 那对你心怀不轨 你开什么玩笑啊 都多大岁数了 你真有意思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你们那叫唱制斗啊 我看像调情 什么意思 咱们呢 打开天窗说亮话 咱俩的事 不能再这么拖下去 那里拖到啥时候 不就是一层窗户纸吗 我今天给他捅破了 年轻的时候 就错过了机会 现在 我不想再错过了 年轻的时候 你要是这么老爷们的话 能走到这一步 现在也不晚 这是一壶陈年老酒 叫藏了几十年 现在喝起来更香 这叫气味芬芳 对 你不是叫张芬芳吗 爸 就是你回来了 还这么早 爸 今天不是周一吗 店里也不是很忙 我就回来收拾收拾屋子 您看这小芯呀 他就是不要干家务活 这把握弄得特别乱 乱呢 我看挺好的 我都收拾完了 爸 您是不是又跟张芬芳阿姨 一块回来的 是啊 和尚团今天排练 那只能是一块回来呗 不光唱歌了吧 又去公园了 对 是去公园了 那谈的也都是和尚团的事 是公务 爸 这不是我多嘴吧 您啊 别跟那张芬芳走得太寂靡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我们就是唱歌没别的 唱歌你也管啊 你不觉得累的话 按理说我是不应该管 可是我心里有气 他孟明光刚一走 这老张太太就笨您来了 他当初干什么了 他当初干什么了 对吧 别以为他心里装着您啊 我看呀 他就是拿您解闷呢 这里是有历史问题 你不懂 爸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那孟明光当初把您害成什么样了吗 您做了一身的毛病 张芬芳怎么就不站出来替你说话呀 但是头来人家两口子吃一锅饭 对吧 孟大爷人都没了 咱不能背后交舌头 多念两人好 对门住了那么久了 我就没看出这老孟头有多好 你这孩子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不跟你说了 对门住啊 不 哎 哎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不是约好了六点半吗 怎么才来呀 才来 能来就不错了 昨天你们家陶姨的嗓门挺大呀 说什么我都听见了 孩子嘛 不懂事 孩子 都孩子妈了 多懂事啊 我看呢 咱们俩之间的疙瘩 就这么记着吧 也别解了 对对对 记着好 记着 咱们 咱们就不用把她解开 凭什么凭呢 跟你说正事呢 你看 你看 都这岁数了 还耍小孩子脾气 我跟你说 晓叶昨天住的事 别让她看见 看见 我就想让她看见 让她数落我 让我这老脸没出发 那行了 走走走走 我去去 干什么去啊 这空玩溜玩啊 腿疼 我去 我跟你趁不趁不不就完了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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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别拉了你 吃 还别拉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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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起老虎 凉起老虎 够地坏 够地坏 儿子 坐晚了啊 师傅 好 我那摊被人给占了 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啊 行 我把摊一摊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谢谢 慢点 慢点 没事 我可以 没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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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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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对不起啊 这咋回事 那是咱咋东西吗 那不听话呢 娘 我饿 来 两个拿着 听话啊 儿子 听话啊 就在这儿坐着 哪也不能去 知道吗 记住了啊 我跟你说啊 娘就去那儿 一会儿就回来 不许动 不能让人把车推走了 知道不知道 嗯 挺晚啊 师傅 是吧 来来来 喝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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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呦呦呦呦 走吧 哎呦 霍警官 霍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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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严肃点啊 身份证给你找到了 是吗 你看看 咱这儿人民警察 工作效率就是高 乖乖乖乖 谢谢啊 谢小偷吧 小偷给你寄来的 真的假的呀 还有这事啊 我跟你说啊 这小偷发真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要不然 早给你扔垃圾桶去了 哎呀 就有身份证啊 钱呢 钱 钱 钱暂时就别指望了 我告诉你啊 只要有线索 这小偷 跑不了 也是 就把身份证寄回来了 那得麻烦霍警官 咱好好找找 你什么意思啊 啊 你是不相信人民警察是吧 没有那哪能啊你 我告诉你嘛 这小偷寄身份证的事 可不是头一回了 甭管咋说啊 表示感谢 你进屋喝点水呗 来来来来 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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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事呢啊 能有什么线索 我再来告诉你 不得了 好 慌警官 车上有什么毛病过来啊 对对 好 走了慢点慢点啊 到到到 到 你说这叫啥事啊 身份证找到了 钱没找到 钱没找到 最不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出家里了 是我跟你说 那个 这事你千万别让我生了 是吧 你撑那一回 好 好 大儿子 还卖出去馒头了 卖这么多呀 啊 卖几个呀跟妈说 两个 两个 谁买的 傻子 这孩子你还有脸说人傻 我跟你说啊 谁买三家馒头都是好人 知道吗 这只买三家馒头人啥样啊 蛤 蛤 蛤蛤 蛤蛤 蛤 蛤老板吧 蛤蛤 稍等吧 你还有完没完呀 老爷 那笔钱恐怕是找不回来了 我仔细想了想为了你个幸福 要不 咱还是 听你这口气 身份证找到了是吗 找到了 可是钱没找到 我还背着十万块钱的债呢 离就离 别找那么多借口 离婚登记出见 不得了 不得了 你 不得了 我 你 不得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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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